谁有入手朋友一万九千五一组 研制五门 事情吃饭还是下药 兄弟们 今天这组号有点意思 号主从好朋友那儿买来这组号 整备了一下 前后一共花了两万七 有一说一 这组号的研制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一个大眼鹿再加上四个独角码 锦衣的话五个水云龟 这没什么好说的 已经烂大街了 这组号的组合是普多山 农宫 宁波城 神木林家 女儿村 好规矩先去彭莱仙岛风摇 看一下这组号的火力怎么说 因为这组号刚飞升底子也比较一般 我们先碰普通腰 这变异的话先等等吧 很不巧 林波城没有刷出来超级战役 但是问题不大 普陀山平秒1400多 女儿村竟然是二组 1200多 林波城樊江脚海4000 第二个3000 第三个第四个 这都没有爆啊 看了一眼伤害2100 其实伤害的话并不低啊 龙共平秒1200到1400 神木林平秒1500 来 蓄密出手 这1000多 900多 第二只也是1000多 法修可以看出来啊 很一般 最后一个蝴蝶仙子 这是个大雷 1300 1200 还行 这组号带物理的话确实比较OK啊 一回合的话就剩两个怪了 在号底子或者是预算不足的情况下 带一个物理确实比较OK 你看这风摇就跟切菜一样 咔咔咔就没有了 这个林波城没有开五单 但是伤害的话依旧是比较OK 很足 不过当然了 这也是仙族武器为什么比较贵 OK 最后一个虚名秒飞 战斗结束 这打完之后感觉这种话还可以啊 要颜值有颜值 带个林波城也不是很慢 那走你 再抓一只大鬼 看一下大鬼怎么样的火力 我擦忘了换工程了 实在是这让我玩掉价了呀 没有带工程的话 这就比较尴尬 问题不是很大 由于我第一次玩人家的号 也没有讲究这个林波城的配速 林波城就是直接平秒出去了 那其实林波城的话 应该天崩地裂主怪的 那大家将就一下 将就一下 实在是不好意思 林波城一层超级战役的情况下 偶尔爆一下 确实是比较惊喜 这个猴太子拿金箍棒戳上去 打击感也是有的啊 说实话 每天看二腰无脑的秒 确实没啥意思 你看这龙弓 一秒一千九 神木林一秒两千 虽然他不爆 但是挂机的话 确实是比二腰要安逸 由于带了虚弥 这战线让我拉得比较长 实在是很淡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画魂的话 泰山施法也是比较快的 那OK 最后一个虚弥出手 这怪应该还有很多血 继续第二回合 女儿村秒过去 虽然普通只能秒我 在一百二九 但是他的巨伤能力 还有他这个单位上的输出并不低 由于林波城是Q出去的 所以没有出手 这抓鬼的话就非常的尴尬 虚弥秒不动 在这呢 做个温馨的提示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工虫也背上 如果很多任务没有工虫的话 确实打得比较让人蛋疼 这组号让我玩掉架了呀 这第二回合都没有结束 最后一下还不清 那没办法了 下回合林波城的话用个烈尸 说这个怪血厚吧 也不是很厚 但是呢 因为没有带工虫 所以就 就是这样 实在是受不了了 稍微的快进一下 普通战单个秒两千五 烈尸三千九 龙弓 OK 这战斗终于结束了 战斗结束之后 这组号输出 它对得起它的价格 也对得起这组号的颜值 飞到西凉女国菊化台 我们看一下这组号的底子 再看一下它的装备 是个什么样子的 组合是普陀山 龙弓 林波城 神木林家 女儿村 首先看修炼 人修二十 两个双抗十 宝宝修 全部都是九 因为之前就说过了 这组号是69升上来的 第二个号 人修一九是二十 双抗十 宝宝修四个九 再看一下第三个 人修二十 双抗十 宝宝修一九四个九 再看一下第四个号 人修二十双抗十 宝宝修 一个八一个九 第五个 女儿村 人修二十 双抗十 再加上两个宝宝修 两个九 这样的修炼在129级 仅仅是及格吧 人物面板 普陀山 敏捷点数 1088 哦 这组号的浅灯锅 还没有换完 比较常规的四孔 再加上物中仙的腰带 常规的高明武器 再加上一个 十四敏捷的衣服 再看一下头盔 物中仙打了四段的伤害 项链比较常规 再看一下临时搭配 固伤加伤害 二级的瑞伍可当 下牌也是固伤伤害 但是戒指是个六十级的 后牌的话 这也就是六十的 因为这些都是六十级 升上来 还没有换 再看一下虚弥 第一个蝴蝶仙子 高魔星再加个大雷 大雷确实是莫及 这属性也非常的差 第二个号 龙弓 3400的气血 速度的话 550法伤打完腐蚀 1558 这凑合吧 六十级的灵鹤套装 六段宝石 这个也是六段宝石 武器中度的伤害 加31魔力 衣服的话 六段舍利子 这个舍利子 可以再上一上 灵鹤的头盔 六十级 项链 七段224的项链 这项链是够用了 毕竟是平民嘛 灵式的话 法伤加法豹 加速度 怎么直大了二段 这是个速度加法伤 直大了三段 后排的话比较常规 因为法系嘛 就是防御加气血 就OK了 那再看一下 虚弥 一个雷腰 这个雷腰是泰山的 高模型低法豹 它竟然有三个法术 牛逼呀 再看一下套装 套装的话 小敏捷 小敏捷对于这个速度来说 也是够用的 便宜的蛟龙 这是69级带的 为什么要升上来呢 兄弟 第三号 林波城 伤害2093 伤害的话 我觉得是够用了 看一下装备 60级的破血鞋子 腰带的话 碎心绝 这没啥说的 武器的话 不是布膜 伤害一般 衣服的话 力量单加 再看一下头盔 四段 碎心绝 项链 也是常规的项链 没有搭宝石 林波城的零式的话 伤害加污报 这没啥说的 伤害 伤害加污报 60级的零式 防御气血 再加上气血压法房 OK 再看一下虚密 又是一只雷腰 这只雷腰的话 依旧是高模型 低法报 泰山 雷腰这个造型的话 确实便宜 那我们再看一下装备 小米捷特套装 雷腰的使用性 还是比较强的 那再看一下工虫 这是一个月影线 在69级 还是比较OK的 但是 129级也凑合吧 OK 第四个号 神布林 2900的气血 我操 这个气血的话 有点嘻嘻哈哈呀 太低了 老铁 速度和法伤的话 都比较OK 鞋子长背零豪 腰带长背零豪 这都是比较常规的装备 虽然看着不贵 但是你要凑起来的话 也是值点钱的 看一下项链 八段二百三十五零力 这也是足够用了 再看一下零食 法伤位的法伤加法爆 下排的话 依旧是六十级 法伤加法爆 感觉一百二多级 带六十级的装备 零食有点难受 OK 再看一下虚弥 又是一个雷腰 泰山 再加上高模型低法爆 这是一个感知的套装 速度四百一十四 资质 在这的话 也是挺重要的 这个是独角鬼王 这玩意儿是真的丑 这个是失败的虚弥 还有一只69级带的凤凰 没有高神用 那OK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号 女儿村 女儿村的区别三千三 它的敏捷点数的话 还有七八十个 果子没有换 那只能说老老实刷经验吧 加油兄弟 当前的经验只有682万 看一下装备 常规的鞋子 死孔一百级 武器 四百多伤害 三十六敏捷 这把武器可以啊 衣服的话是四孔 十四点敏捷 头盔是猫龄套装 项链也是 这样的装备 没什么问题 临时的话也非常OK 搭配是没啥问题的 女儿村的话 发房 这确实非常低啊 489点 再看一下宝宝 又是一只雷腰 高摩心 抵法包 泰山 这个雷腰的话 是高级敏捷套装 速度350 再加上高敏捷 这够用啊 还有一个龙梨 这个龙梨不错呀 但是这个工资的话 确实是非常低 剩下的话 就是一堆小玩意儿 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组号的潜员单 除了女儿村和普陀 其他都是开了四单 只是这组号看完之后 我感觉 我的二一并不香了 因为他的这组号 李起飞 也就是林波城 开个五单 再把修炼补一下 修炼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三界攻击的来源嘛 OK兄弟们 看到最后 这样一组沿着五开 我们回归之前的问题 号中买的价格是19500 又花了7500 整备和飞升 那兄弟们 你们觉得亏了还是赚了 对于他的朋友 是该请客吃饭 还是未要投毒呢 就会让他吃饭 给你 touches 吃饭